在中国新疆不仅羊肉的品质好 羊肉的做法也是多种多样 今天我们就来用优质的新疆羊排做一道 朋友们来做一道非常散截的新疆奇态风味羊排蒙饼子 鲜香软烂的羊排搭配上筋道弹牙的小面饼 浸入了浓郁的汤汁 咬下一口 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 首先呢准备400克的新疆面粉 两克的食用盐增加面的筋性 搅拌均匀 分多次加入清水200克 水的温度跟室温差不多就可以了 不断用筷子搅拌面粉制絮状 揉捏絮状面粉成团 并充分的揉捏均匀 这次的面要活得软硬适中 不要太软 如果你发现你的面团 活得跟我一样有些软 不用担心 我们可以采取视频中的方式 再加些面粉 继续揉 一直揉至不粘手 不粘桌面就可以了 盖上保鲜膜 饧面30分钟 这次的食材准备比较简单 主要是羊肉 这一碗是优质的新疆羊排 而这一碗呢算是羊碎骨吧 量大便宜 我们用它凑个数 再准备一些煎红椒 葱姜蒜 就OK了 食材准备就完毕了 我们先把羊排切成小块 虽然它的块本身就不大 但是我们精益求精 再把它切小一些 这个羊碎骨呢就不切了 已经很小了 这个青红椒呢 咱们随性切 切成滚刀块 或者切成随性的小块都可以 这个剥好皮的蒜子 我们用刀把它拍一下 切碎 疯狂的切碎 装入碗中 加入少许清水 羊排冷水入锅 我们先给它焯一下水 这个羊碎骨也一起扔进去 煮肥后充分撇去浮沫 一定要把这个雪墨子打干净 而后捞出羊排 羊碎骨 充分瀝干 一定要充分的瀝干 起锅热油 油稍微多放一些 放入冰糖20克 放白砂糖也是可以的 先把冰糖捣碎 待冰糖加热至起泡泡的时候 我们放入刚才超过水的羊排 可能会有些喷溅 因为羊排带一些水 所以刚才一定要沥干 一定要小心 充分翻炒 这边如果上色不太明显 也不用担心 我们还有办法 先加一些食用盐 这一步放盐呢 可以使肉更入味 再来一些麻麻的花椒粒 新姜杏辣子 还有姜片 充分翻炒 翻炒至羊排的水分 基本收干 刚才上色没有上充分 不用担心 这一步放些老抽 充分的翻炒 哦哦耶 香味已经飘出来了 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平面实在齐平就可以了 盖上锅盖 中小火炖煮30分钟 炖煮期间 我们正好准备一下 面饼的部分 取出形好的面团 充分揉匀 而后揉捏成长条状 就像视频中的样子 平均分成6-8份 这个根据自己锅的大小来 因为一会儿面要铺在锅里 接着把面团按平按扁 把按扁的小面团 涂抹上少许的食用油 涂抹均匀 而后把面饼放入碗中 盖上保鲜膜 洗面10分钟 面饼洗好后 擀平擀薄 擀得薄薄的 如果掌握熟练了 可以两张面饼一块擀 但是为了保鲜起见 我们还是单张单张的擀 擀到一定程度 擀不薄了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可以用手来帮忙 继续把它整理薄一些 更薄一些 打开锅盖 将面饼轻柔的摊入锅中 盖上锅盖 蒙5分钟左右 5分钟后 打开锅盖 小心的取出面饼 有些烫 一定要小心 将放入盘中的面饼平铺 按照同样的方式 蒙熟其余面饼 可以在蒙这张面饼的时候 擀另一张面饼 这样比较节省时间 饼子都蒙好后 我们先把它切成条 再切成菱形小块 轻柔的把粘连在一起的面饼分开 待用 其实这一部面饼已经很好吃了 但是我们还要再等一等 再次打开锅盖 锅内加入15克的微积鲜提鲜 如果感觉咸味不够 还可以加一些盐 等汤汁收的差不多了 放入葱段 蒜水 青红椒 还有刚才准备好的面饼 不要翻炒的时间太长 翻炒至青红椒断生 就可以关火了 这么满满的一锅 一定要找一个攒劲的大盘子 装它才够劲 先来尝一个进入了汤汁的小面饼 哦哦耶 筋道弹牙 但是不粘牙 哇 这个羊排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轻轻咬上一口 软烂脱骨 鲜美无比 太爱攒劲了吧 这道非常攒劲的羊肉蒙饼子 既是一道菜 又是一道主食 边吃羊排还可以边吃面饼 太舒坦了 话说这道扎实构建的羊肉蒙饼子 真的是太适合配啤酒了 搭配上一瓶冰镇的新疆啤酒 那必然会请上添花 怎么样小伙伴们 这道非常攒劲的羊排蒙饼子 是不是相当不错啊 赶快来试做一下吧 简简单单 一日三餐 谢谢你收看我的视频 请记得订阅我 并点亮小铃铛哦